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变态男进绑架花季少女 将其囚禁整整七年 在这个不到食品里的房间里 每日仅有面包冲击 还要承受男人的暴行 然而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会生活在 这样一个不见天日的房间里呢 原来 在女人十七岁那年 在放学回家路上 一个大叔走向她 谎称自己的狗生病了 善良的女人就这样掉入圈套 那个变态大叔趁机将她拐走 就这样 女人被关在这密不透风的房间里 整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 承受着变态男的暴行 就在她濒临绝望之际 小生命的降临 再次点亮了女人活下去的决心 她不再孤独 虽然每天都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但她并不希望孩子跟她一样 永远活在阴暗里 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 女人善意地编造了一个谎言 天真的孩子也满心欢喜地接受 认为这个房间就是整个世界 世界里只有她和妈妈两个人 而房间的外面便是太空宇宙 男孩每天早上起来 都会跟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问安 这些都是她为数不多的朋友们 以至于看到老鼠时 男孩都格外的兴奋 甚至还以为变态男会魔法 每日送来的食物都是从电视里变出来的 这天男人送来食物 乔姨立马把男孩藏在衣柜里 哄她睡完觉 然后再独自一人去忍受男人的折磨 偶尔男孩也有中途醒来的时候 她会透过戏缝偷看 但是只是孩子的她 根本理解不了大人间的事 乔姨警告过 千万不要离开衣柜 然而这一次 男孩没听话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 她趁两人熟睡后 偷偷靠近 仔细打量起男人的脸 突然 男人猛地睁眼 甚至还跟男孩打了声招呼 听到动静的乔姨瞬间惊醒 她绝不允许两人有任何的接触 然而在绝对力量面前 乔姨毫无反抗之力 她被男人用枕头死死地捂住 直至快要昏死过去才停手 男人气愤地下床 警告乔姨下次再敢这样 立马就杀了她 便转身离开 男孩立马扑到乔姨的怀疑 不停地道歉 说自己不该不听话跑出来 这是男孩第一次感受到暴力的可怕 看着日渐长大的孩子 乔姨意识到不能再坐以待敏 他打算告诉男孩真相 亲手把他曾经编织的童话世界彻底撕碎 显然这已经超出了男孩的理解 打破了原本的认知 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乔姨也只能无奈地蜷缩起来 独自一人舔视伤口 还好男孩是个懂事的孩子 直至晚上 她开始慢慢消化母亲所说的一切 尝试去理解 去观察去感受 隔天 男孩竟主动问起乔姨有关外面的一切 这让女人很是惊喜 她极其耐心地娓娓道来 乔姨明白可以开启她的劲 这个母亲为了让儿子装病 她将滚烫的毛巾 一遍又一遍地敷在儿子的额头上 直至浑身发烫 为了让效果更逼真 甚至把手伸进喉咙 让自己呕吐在床上 然后小心地把纸条塞进儿子的口袋里 让她去医院把求救纸条递给医生 突然门被推开 变态男走了进来 乔姨马上哭丧着个脸 说因为没有暖气 孩子生病发高烧了 必须马上去医院 男人迟疑地上前摸了摸 果然烫得跟火炉一样 但却始终不愿意带孩子出去 只是转身说回头给他买点退烧药 然后就离开了 乔姨可能也是没想到 男人竟丝毫不顾孩子的死活 他彻底地陷入绝望 但很快 他便想出了第二个办法 既然装病不成 那就装死 他让孩子卷进地毯里 不断地教他如何装死 反复练习逃生的步骤 在男人带他出去埋的路上 借着车子行驶的正感 从地毯中扭出来 然后车子停下来时 在司机跳车 向路人求救 才年仅五岁的孩子 却要承受那么多 男孩很害怕 他请求妈妈能不能等他六岁 在做这件事 看着儿子稚嫩的脸庞 乔姨很是自责 但他明白不能再等了 男人已经没有经济来源了 指不定哪天他们会惨遭毒手 为了能让孩子活下去 必须冒这个险 等到男人再次进来 乔姨连忙抱住地毯嚎啕大哭 指责男人不带他去医院 如今已经重病身亡 男人有些意外 想要上前去看他孩子 却被乔姨直接反手推开 乔姨愤怒地哭诉着 意识到男孩可能真的死了 男人竟开始有些慌了 他来回踱步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办 乔姨趁机强烈要求 将男孩埋到其他地方 不然自己会经常想他 手足无措的男人答应了 然后接过孩子 转身出去 临走前 男孩不安地看向母亲 也不知是成事败 接下来只能靠他自己了 车子急速行驶着 这是男孩第一次离开房间 他按照母亲教的 从地毯中奋力挣脱出来 看到眼前的景象 一下子就惊呆了 原来母亲说的都是真的 天没有边界 树是会枯萎的 房间外的世界真的如此广泛 眼前各种神奇的景象 让男孩久久不能回神 都快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直至男人突然停车 男孩才想起要跳车 刚站起身准备起跳 男人却突然一个转弯 男孩毫无防备地被甩了回去 然而 巨大的声响惊动了男人 他赶忙停车 准备下车抓人 却不曾想 男孩已经麻溜都跳下车 拼命地向前奔跑 突然 男孩被路人撞到在地 男人趁机一把拽回男孩 路人不停致歉 但男人却毫不领会 强行拽着孩子准备离去 母亲的话不停在男孩耳边营绕 关键时刻 男孩大声求救 男人慌了 立马丢下男孩 转身迅速驾车离开 好心的路人等到警察来了才走 男孩蜷缩着 浑身颤抖 女警官耐着地安抚他 不管什么问题 男孩依旧是一言不乏 直至问到妈妈 他才恍若出行 男孩说他的妈妈住在房间里 那叫棚屋有一个天窗 妈妈告诉他在车子停下来试跳车 可是他等了三次才跳下车 从男孩断断续续地自言里 女警官敏锐地察觉到 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认定这是一起绑架案 从关键信息里 警方很快锁定了大概位置 很快 乔一便被救了出来 他急切地奔向儿子 时隔七年 他终于自由了 整整七年 2555天的囚禁生活 每天不仅要忍受无尽的黑暗 还要承受男人的暴行 好在通过男孩顺利地出逃 终于成功解救了乔一 两人也获得了自由 似乎一切都在变好 然而并非如此 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男孩从来没有踏出过房间 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 就像无意间闯入来另一个星球 他很惶恐不安 心理医生建议乔一跟孩子 都应该做一次检查 然而 迫切回家的乔一拒绝了 仿佛只有回到家 他才能彻底地摆脱那个恶魔 终于 在家人的陪伴下 乔一带着儿子回了家 可让他们都没想到的是 家门口被各大媒体围得水泄不通 因为乔一的绑架案件轰动了全国 大家都争先报道 乔一拒绝了任何访谈 他不想再去回顾那些不堪 但逃避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乔一带着儿子翻看过去的照片 当看到自己17岁的照片时 他彻底抑郁了 父母离婚朋友离去 衰老的容颜逝去的青春 任何一点无疑不再刺痛的乔一 他开始变得暴躁无常 会怒吼孩子影响他休息 甚至还会对母亲大吼小叫的 母亲极心疼又无奈 为了能让乔一彻底走出来 母亲帮他接了一个访谈 然而无良的主持人却在节目中 一次次接乔一的伤口 直至最后一个问题 彻底击垮了乔一最后的安全防线 When he was born did it ever occur to you to ask your captor to take Jack away Away? Well, to take him to a hospital say, leave him there where he could be found Why would I do that? So Jack could be free Now, this is the ultimate sacrifice and I understand that but did you think about him having a normal childhood? But he had me Of course he did But was that the best thing for him? 这个致命问题 乔一彻底破防了 他开始质疑自己 或许真正错的是他 是他的自私导致儿子 连一个正常的童年都没有 就此乔一陷入了 深深的自责跟愧疚中 彻底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服药自杀 无奈之下 还是被送到了医院 或许是乔一的倒下 让男孩开始意识到什么 他开始尝试打开束缚的枷锁 慢慢地融入新环境 终于在外公外婆的关爱下 已经能跟人正常交流 甚至都开始 幼了自己的小伙伴 为了能唤醒妈妈的意志 男孩剪掉了五年来的长发 他让外婆转交给妈妈 希望给他带去希望 果然上天还是眷顾乔一的 几天过后 他终于出院回家 无意间却看到 与好友尽情玩耍的儿子 他感到万分的欣慰 终于他不再自责 为了彻底跟过去挥手道理 他带着儿子再次回到房间 看着曾经的一切 乔一恍如如梦 男孩不禁发出疑问 为什么曾经觉得房间很大 大的装得下他们的全部 现在却觉得如此的小 乔一笑着告诉儿子 因为你长大了 故事的最后 男孩还是像以前那样 挨个跟房间里的一切道别 by plant by chair number one by table by wardrobe by by skylight say bye bye to room